北京 燃油车不得占用充电车为惊奇实施 爱卡汽车 请点赞订阅 谢谢 爱卡汽车行业资讯原创近日获悉 1月18日北京市政府网站发布的新版电动汽车充电站运营管理规范将于4月1日起正式实施 按照新规范 电动汽车充电占应引导燃油车不得占用充电专用博位 按照新规范 电动汽车充电占应引导燃油车不得占用充电专用博位 其中 在人工辅助充电的电动汽车充电站内 工作人员应对充电站内停车环境进行管理 避免燃油车占用充电车位影响正常充电活动 而在无人职守的自助式充电电动汽车充电站内 则以采用智能化充电停车一体化等新技术解决非充电车辆 完成充电车辆占用充电车位的问题 充电站必须配专人巡检 规范提出 人工充电服务的充电站 巡检频率不低于每日一次 自助充电服务的充电站 应根据位置利用率等对巡检频率进行分级分类管理 巡检次数不低于三个月一次 发现燃油车占用充电专用博位 应告知车主立即驶离 规范提出 公共服务领域充电站 单位内部充电站 居住区内部 公用充电站等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的充电站 以选择合适的时间对外开放 并告知入场充电车辆需具备的条件 精彩内容回顾 学法最高可减6分 北京交管局实施新措施 北京市交管局 清明节假期 三天不限行北京市交管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Stafford